海魁台风造成花莲县境内有土石流等灾害发生 现场徐真卫立委傅昆奇特别前往秀林乡榕树部落三壁崩塌 还有受风厢的丰田村、玉里镇和浊溪等土石流区域进行会刊 同时也会进行灾后复原的诊件工作 现场徐真卫立委傅昆奇11点半立即从花莲县灾害一边中心 出发前往土石流区域包括秀林乡、榕树部落、丰田村 以及玉里镇、卓宇湘等再去进行会刊来了解地方的需求 其实花莲是山高河短水级 那整个台风碰到了中央山脉以后 所有的雨量、雨包通通集中在中央山脉上停滞之后往下冲 所以整个无论是山或山坡地的水含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所以造成有一些我们山坡地的果园 即便是有挡土墙它也没有办法承载这么大的含水量的土石 全部崩落下来 甚至有一些都已经崩到民宅 然后泥浆也进入到民宅 所以所幸真的是 第一个提早让我们的乡亲或是保全户 能够到我们的收人所或是医亲 我想这是从昨天我们早上就不断地呼吁 要感谢各地方乡镇公所的首长能够一起来努力 其他的灾损的部分再来进行我们如何去做附件的工程 当然我们也希望地方中央一起来携手来努力 第一时间是在抢修抢险抢通 那第二阶段就是重建 重建的部分呢 我们希望这个在今天傍晚大概海溃台风 就整个暴风半就会也离台湾 已经完全出海之后 我们希望这个中央相关的这些单位 包括我们的农业部 还有我们经济部 还有相关的国防部 还有我们行政院 能够即刻地来关心我们的乡亲 尤其这次部落受损的情况也非常严重 能够也会这个圆明会 也要希望尽快地来协助地方 做所有灾后重建跟附建的工作 现在学生表示将会整所有灾损的地方 来提报中央 岳峰记表示 他也会在立法院全力协助跨离线灾后的工作 共同重建美丽的家园 记得终于收播相报道